她是最令人心疼的反派 张显聪 我丫头 这句话不知道听哭了多少人 为了和无心谈恋爱 月起罗把她困在铁笼里 她命人端来一碗牛肉 不过我加了点披霜 你吃不吃 看着无心吃得津津有味 月起罗开心地笑了起来 无心问她什么时候放自己出去 月起罗表示要把她当宠物养着 所谓日久生情 你的躯壳不死 我的灵魂不灭 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身边这人不也在意你不错吗 你怎么不爱她呀 一个凡夫俗子 她不配 说完她从铁桶里 拿出一条毒蛇扔了下去 可无心却丝毫不怕还玩了起来 看到无心软硬不吃 月起罗气得转身离开 为了哄她开心 张显宗找来照相馆的老板给她拍照 哪知月起罗根本不喜欢这些 你能不能别把我当成小姑娘看 她说张显宗送的珠宝首饰 除了占地方没有半点用 还有那些糖果点心 腻得自己牙疼 无心知道自己一直被关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便烧掉了从井底复制的福禄镇土 和月起罗谈起了恋爱 要是你把我好高兴了 或许我能放了你 也说不一定的 无心抱着月起罗和她腻歪在了一起 张显宗看的怒气直爆表也只能忍着 无心还故意当着张显宗的面撒起脚来 起罗 我饿了 看着面前无比温顺的无心月起罗十分开心 她叫来之前那个照相馆的老板 穿着张显宗给她买的衣服首饰和无心拍几照来 月起罗甚至直接坐定了无心怀里 殊不知无心只是表面服软 她趁月起罗去换衣服的时候 偷偷将手掌划破 就在月起罗放松警惕时 无心一掌按在她的脸上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张显宗带人一路追赶 将无心堵在一个角落 她命人开枪将无心打成了碎片 无心把自己的元神聚集在右手 用力朝空中抛了出去 此时月起罗也赶不过来 她知道无心有死而复生的能力 与世命人把无心的尸体装进钢领 她要亲眼看看无心是怎么重生的 另一边聚集无心元神的右手走在大街上 她要尽快想办法找到月牙恢复肉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